哈囉,各位大家好,這裡是 花了17500 star 還沒抽到教主的不滅 都快一年了,我到底什麼時候才能有一張四星的 Hiromachina Nami 啊 唉,算了,不說這個了 今天要來介紹的角色雖然在Bang 劇內出場的戲份不多 但卻在劇情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因此不滅在構思角色介紹時,決定將這位角色擺在第一位 而這位角色的便是 說到Ona,各位或許在記憶中一定會有做事嚴格、一絲不苟等等的形象 最獨特的地方就是那一個經典名劇 這些鮮明的性格使得她雖然出場不多 但想必能讓許多玩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可能比較少人知道 趁著這個機會來考一下各位,請問,Ona的本名叫做什麼? 好啦,不滅我把題目再變簡單一點,出個選擇題好了 好的,答案就是我們的C選項,很簡單吧 雖然說我本名叫做Susuki Shifune 但在本部影片中,我還是會以Ona稱之 這次就讓我們來回歸原點,認識一下Ona這號人物吧 我們先來看到Ona年輕的時候 三十多年前的Ona是巡迴樂團的吉他手 樂團的名字在動畫第三季ChuChu有提到 全名叫Miraculate Square 她當初創設LifeHouse Space的目的是為了改變旁人對於LifeHouse的觀感 這點我們在動畫第一集可看出端倪 當時艾莎對於LifeHouse存在著既定的負面觀感 而Ona聽到後,對於這樣的觀點則是予以駁斥 創立Space初期 因為有樂團在舞台上隨意表演 另外認真看待演奏 Ona當場取了代子上台演奏吉他 並發下豪雨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她自己的台詞提到的是 更喜歡音樂的傢伙 而非技術更好傢伙 從這裡可以看出她最重設是對音樂的熱誠而非技術 從此以後設立的試鏡制度 也是以此觀念為基礎 只有通過試鏡的樂團 才能踏上Space的舞台演奏 從動畫劇集中 我們可以看出Ona的評端主要有幾個方向 1.對音樂是否抱有熱誠 2.是否對於演奏經歷 3.是否了解自己目前的程度 以及所屬的位置 Ona相當重視一個樂團的努力程度 因為願意努力的樂團往往對音樂抱有熱誠 因此我們常常可以聽到 Ona將 掛在嘴邊 而具備第三點的與否也是至關重要 在動畫第9集中 彭拼帕地沉床後開始參與Space試鏡 第一次演奏完畢後全場靜落 Ona只是問了一句 覺得自己有盡力的人 Kasumi是新的舉手 但Ona還是給出了不合格的評價 雖然說當時的彭拼帕地演奏並不完美 但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出在Kasumi身上 也就是與評斷方向的第三點相悖 Kasumi也沒有認知到自己實力不足的地方 也沒有觀察到周圍的團員一連沮喪的樣子 看不到自己也看不到別人 而若是沒有認清自己的實力 就不知道未來努力的方向 最後還能對Live抱有熱誠嗎? 後來Kasumi在夜晚私下找Ona的對話中 Ona先是肯定了Kasumi的努力不懈 但也對Kasumi說出 你就是最插線的那個 這句重話 儘管造成後來Kasumi短暫的壓力性失聲 卻也點出了Kasumi當時個性上的缺陷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Ona性命的洞察力 Ona雖然時常掛著嚴肅的面孔 對於Space內的樂團也有著嚴格的要求 但她也會適時的指點他人 她曾安慰一位Space沒喊好而痛苦的Lisa 也曾詳細點出Chispa在試鏡中的不足之處 也曾在Kasumi緊張的時候 鼓勵已經通過試鏡的恐拼Party 讓他們有自信的踏上Space的舞台 我們可以看到Ona在嚴格的同時 也伴隨著慈愛的一面 是一位令人敬重的長者 Kasumi也曾對Ona給出這樣的評價 雖然很嚴厲 但感覺就像是勞士一樣 而Saya可回應到 她真的很喜歡樂團呢 這兩句話個人認為完整詮釋了老闆的性格 Ona雖然常常將 畫在嘴邊 自己也用各種行動去證明這句話並非空談 但令人遺憾的是 她的努力並沒有辦法阻止Space的關店 在動畫第九集中 Space內的工作人員因為流感而變倒 當時在此打工的Otai 她也收到此訊息便和Kasumi等人一同前往幫忙 最後偶然發現幾家關店的事實 當Otai問起原因時 Ona沉默許久 回了異味深層的一句話 我已經盡力了 在這裡劇情並沒有給出關店的原因 不過個人認為應該是外部因素所導致的 結束自己苦心經營30年的Space 無法再看到後勁樂團成長 站上自己提供的舞台 此時Ona的心境究竟是如何呢? 索性在結束前 Kasumi等人成立的Pon Ping Party 通過了Space的施境 在營業的最後一天和其他樂團 在Space的舞台上發光發熱 演奏完畢後 Ona笑了 她明白這些樂團儘管風格各有不同 但他們都有著共同點 那便是喜愛音樂的這份心情 就如同30年前的自己一樣 而現在的他們 也將會繼續把這份熱誠傳遞給周圍的其他人 在Space結束之際 無數的夢想 就此萌芽 Ona不僅是被許多樂團所尊敬 在許多Lifehouse間也是相當有迷惘的人 Space關閉後 Ona在後來的劇情還有作為特別顧問出場 在動畫第三季中 開頭Ona的出場 在第一次看的時候真的有鎮壓到我 而她也維持一貫的風格 馬上又來一句 在動畫的尾聲 也是由Ona在舞蹈館宣布 Gardus Bando Challenge冠軍 冠軍不意外的是Roseria 但彭拼Party和拉斯也有得到個別的獎項 就… 只能算是安慰獎了 另外在彭拼Party樂團劇情三章 Walking Star Face中 Ona再度受邀成為了特別顧問 協助營運方面的事務 在會議上 Kasumi第一名 直播的方式讓更多觀眾能夠看到Live 找到Ona的反對 Ona認為直播的方式難以將現場Live的心情熱度傳達 但其實Ona自己也想知道答案 那便是 直播是否能將現場演奏了那份熱情傳達出去 因此給予彭拼Party機會 在Sakuru入獄棚內透過直播演出 在這期間 Ona看到了Pomping Party相較於Space時期如今的成長 也看到了他們不屈不撓的精神 終於在第四次的直播表演中深受其表演感動 Ona也被Kasumi這份對音樂的熱情給感染 開始著手準備新型態的Live相關事宜 試圖將當天的直播Live呈現到最好 並邀請了Delta Green在不同的地方同時進行直播演奏 在那一天 Pomping Party成長了 Live成長了 而Ona自己也成長了 以上便是關於Ona的介紹 Ona在這30年間提拔了許多的樂團 給出出矛盾的他們一個可以演奏的場地 對女子樂團的貢獻良多 正觀Ona截至目前的故事 可以稱它為樂團的知音哲理也不為過 她創立的Space促使了Delta Green的崛起 並且和Pomping Party的成績也有著極大的關聯性 因為她是Kasumi找到自己所好的開始 如今算Space不在了 但承送Ona世間的樂團在Space演奏 那段既辛苦卻又充滿回憶的時光 相信將會永遠留存於他們的心中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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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